好 各位觀眾 今天新北市長侯友宜 來到淡江大學演講 不過這趟演講開始之前 傳出校方為了鼓勵學生 來參加演講的同學 就能學期末分數加5分 雖然校方是否認的 但還是引發了一些軒然大波 那剛剛侯友宜特別開玩笑 一開場就問學生有加到分嗎 引發大家哈哈大笑 但今天比較嚴肅的話題 還是侯友宜在臉書上表態 就是認為之前中和久死的 大火縱火事件 他很不能認同為什麼沒有判死刑 我們先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那司法跟人民的距離就越走越開 就走不回來了 所以如何捍衛公平正義 我們必須要保有 我們該做的事 市長他會承諾 如果當選之後會執行死刑嗎 公平正義 絕對要讓被害者 也要讓整個嫌疑犯 能夠符合社會的期待 該做的事就要做 市長請問你 可以聽到侯友宜雖然沒有直接說 沒有直接承諾 他上任就會馬上來執行死刑 但是看得出來 他的態度也是很明確的 他認為只要是符合民眾的期待 該做的事就會來做 以上下場尊情請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